我们刚才分析了这个类的特例 只要你一创建它就会触发哪个方法 找到那个新闻 这个是吧 覆盖两个方法就可以了 这两个方法就是干活的方法 我们说覆盖什么呢 第一次创建是不是执行什么呢 什么enable 删除最后一个什么叫 第一次enable 是不是这两个方法是最主要的 好我们就覆盖这两个方法 这是什么呢 写个注释 这是第一次创建 第一次创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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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呢 删除最后一个执行 删除最后一个执行 既然有这两个时间 我就可以通过什么呢 是不是可以通过服务来监控了 通过服务来监控 来监控这个进程的状态 进程的状态 好那现在我首先创建一个服务 在这边创建一个服务 叫做什么呢 class 叫做task service 任务清理 task widget service task widget service 好那它继承于这个service组件 service组件 好也就是到我第一次创建的话 我在当时什么呢 是不是启动一个服务啊 好通过服务来管理什么呢 来管理危机的小空间 也就是这个是管理清理进程的危机的小空间 清理进程清理进程的危机的服务 小空间的服务 好这个服务呢 我们先来清单文件里面给它注册一下 靠背 然后呢 在清单文件里面给它配置墙 服务 找到设备室 好 这个是设备室 然后那个内幕 好 给它沾一下 好 服务就搞好了 然后呢 那我给它做个衔接 衔接的话 我们也一样的 先uncreate的方法做一下 然后呢 un第四错译方法做一下 好 这两个方法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能否通往它来管理啊 SystemDialt叫做什么呢 Vegit Create 創建 Service創建 好 Service創建 然后呢 Vegit Service Stop 好 这个是Stop 现在呢 我把这个服务呢 注册完了 只需要在这里面 链接上来就行了 链接上来就这里吧 打开这个 好 现在我創建服务 就是什么呢 In-Tent Service In-Tent Service 又一个In-Tent In-Tent就行了 In-Tent 然后呢 这里面传递一个上压文 它用上压文传递过来 然后这个服务呢 叫做TaskVegit TaskVegit In-Tent Service 是不是就是它 点Classes 然后呢 这里就是呢 启动这个服务 这个是上压文 上压文点 Start Service 是吧 上压文Start Service 然后呢 它删除最后一个的时候呢 是 Stop Service 是吧 好 好 现在我们看下效果 运行 首先呢 我把这个先给它干掉 删掉 好 这个也删掉了 删掉 好 现在运行一下 我把日子清空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衔接的问题 好 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 咱们直接回到主界面 打开这个 微地的小空间 找到咱的 黑马威斯的图标 这个长按 按到桌面上 好 看日子 服务是不是创建 好 这时候呢 你再创建一个新的 再来一个 微地的小空间 再按一下 是不是没必要 重复创建这个服务啊 是不是就一次啊 好 现在我删掉 我长按 然后删掉 它也是不会停止吧 因为是不是还有一个 微地的存在 好 障碍 在这 没有微地的 的话 是不是就服务停止 是不是都不需要去监控 你这个进行使用状况啊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焦点到哪里了 是不是这个服务的功能 是不是 完成一下 是不是就行了 那服务完成什么样的功能呢 完成什么样的功能呢 是不是像说 微地的显示的这些信息啊 是不是这里的信息 显示 时间处理啊 对不对 信息显示时间处理 而且呢 这个显示器 你是不是各一段时间 进行一个改变 是不是个定时监控 定时监控 对不对 定时监控 好 那现在我的 奥克的方法里面 给大家写个代码 来监控 或者显示 监控程序 咱们用什么的 Timer Task 有没有用过 Timer 有水光 有个Timer组件 你有一个Timer 这是定时期现场 它也叫做守护现场 守护现场 就是为其他现场 提供服务的现场 叫做守护现场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Timer点什么呢 Schedule 它可以执行一个任务 它可以执行一个任务 就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Schedule 这个方法 所以最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Delete时间 好 这是什么呢 当前时间是吧 这是Delete的时间 这是一个任务 现在我创建一下这个方法 可能一 这是一个Timer Task 就是个任务管理器 Timer Task 任务管理器 然后这里是什么呢 割动场时间监控一下 比如说这是一秒 然后呢 如果你发现说 这是割八秒时间 是不是监控不监控 然后这里是不是 当前时间 是没有开始触发一次 这是间隔时间 这是当前时间 就是0的当前时间 就开始 完成这个触发任务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步步看一下 然后呢 就是来个 每个 现在我问了测试 两秒钟 是吧 我现在两秒钟 让它咨询一个任务 好 咨询一个任务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现在我这个方法 是安可这个方法里面创建的 是吧 现在看下这个任务 首先能否出发 自行 好 运行 好 运行 这么慢 好 可以了 现在我打开主界面 然后呢 我找了这个危机的小空间 找到咱们这个程序 好 长按 然后拖到桌面上 挂掉了 好 挂掉的原因是什么 服务没创建 服务注册了没有 注册了 刚才是不是测试出来了 测试出来 各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 安可的方法 是吧 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下效果 创建一个Time 这里创建一个定时器 定时器就是这个任务 然后呢 这里这个任务的一个调度 是吧 任务的调度 它恐怖 具体什么问题啊 呃 错误的参数是这样 嗯 错误的那呢 参数是不是传错了 参数传错了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API 把它看一下 这是看这里的时间啊 这是一说 Time for her to cancel的 或者这个 Tax的已经被调度了 或者 cancel的 今天错误状态一场 只是一场的 这是一个任务 这是一个毫秒 是不是呢 第一次之间之间的 时间间隔 不论等于 必须是什么呢 是两个时间间隔之间的 它这个什么呢 period in 嗯 嗯 慢慢的 那就来个时候呢 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 System.Current 当前时间出发一下 对不对 好 当前时间出发 现在看一下效果 成功 好 运行成功 然后呢 我先把这个 Vit 移除掉 长按 移除掉 摸掉 好 控制弹 好 运行成功 运行成功之后呢 回到主界面 然后呢 去再试一下 打开Vit 找一下 这个小空间 长按 好 在这里显示 好 看日志 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两秒钟 找不走了 当前 咱们是写反了吗 是两秒吧 Mount 这是两秒 现在只剩一个任务 是吧 最后一个时间是什么 看啊 这是delete 这是period 是吧 delete period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在 before first 执行之前 第一次执行之前 这是间隔 是吧 是不是写反了 写反了 是吧 好 写反了 弄一下 再来试试 就是当前时间 那当前时间 应该是零吧 这是间隔的时间 是不是 这个应该是零 这个应该是零 是吧 后面是间隔的时间 是吧 好 再来看一下 效果 好 运行一下 把它先删掉 先删掉 好 这是服务 点停车 好 运行起来 走界面 看一下 围线的小空间 长按 弄过来 看下 效果 可以了吧 好 现在这个框架就搞好了 那现在搞好之后了 我在这里是不是 写我的功能就行了 好 这是什么呢 update Ui 就选了 update Widget 的 UI 信息吧 Message 好 代表写这么一个方法 可能去写一下 创建一下 这个 怎么 它对我来个变量 可能 我说是一个方法 方法 好 在这个方法里面 完成什么事情了 完成这个 更新 Widget 界面的 我说 更新 Widget 界面的 事情 好 更新 Widget 界面 那你想更新Widget 界面 它需要有个什么呢 一个Widget的 管理器 就是APP Widget 一个Manager 要通过它来完成 这个操作 APP Widget Manager 好 现在我创建它 大家看什么 后对Manager 的界纹 那么现在常规的方法 看能不能找到 上下 点 Gat Gat System Service 是吧 好 有没有叫APP Widget的 APP 打算没有吧 OPS 不是它 不是它 没有是吧 好 现在常规办法 没有的话 那就找API了 好 这个API 不管是加法基础的 找这个安卓API 把它扔一下 看一下 看这个API 教我们怎么实力化 Widget Widget Manager 好 我家手 这是它的 长运之端 好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这里是不是一个 进盘方法 是不是Gat Incestus 三万传递过来 是不是获得了 本身的一个实力 它API 应该最前面 应该告诉我们 Gat Info Incestus 然后这里是 只是介绍了 它没告诉我们 怎么创建 是吧 好 那现在怎么 也一定找到了 直接用手了 它的进盘方法 APP Widget Manager Gat Incestus 三万传递 是不是就搞定了 好 现在我把它移到 重员变量 移到重员变量 那么它可以 干什么活呢 来更新UI 大家看 它有个方法 叫做什么呢 Update APP Widget Widget 好 大家看 这里有两个参数 有两个参数 一个就是什么呢 Provider 可能创建 这个本地变量 这个本地变量 不是Intel类型 大家看 是Combobonet 类型 Combobonet 内部 叫做Provider Provider 是一个组件 先我来看 先让它编译通过 看下看参数 是不是就是Combobonet 内部 后面你看 是不是Remote Widget Remote Widget 过门 是院前的界面 所以 Remote Remote Widget 是不是这个 围里的空间里的 好 这个叫做Widget 产业叫做Widget 就行了 好 都两个那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了 时间一到 我是不是就更新界面 好 现在这两个字呢 咱们写下 第一个就是组件 组件的话 我们来个什么呢 上下文 来个List 就 Gut 上下文就行了 Gut 上下文 第二个就是咱们 那个Provider 就是My App Provider .class 就是咱这个空间 来控制这个服务 是吧 好 就是咱的空间 当然这个就有了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 能不能实力化 你有个RemoteWid 大家看这里有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报名 和一个布局文件 因为它是远前的Wid 是不是首先 通过报名 找到工程 找到工程之后 是不是才可以找到 布局文件 好 那报名的话 就直接来个什么呢 Gut PathName 是不是就搞定了 这种当前的报名 好 这个布局文件呢 就是R.layout 点 这个有个什么呢 是不是把金山的考证 是不是就ProcessWidget 这是金山的 是不是就考证过来了 好 建位有了 我下一个是不是更新 它直组件的内容啊 好 大家看啊 这个就不是什么呢 什么FindWid啊 好 这个是远前的Wid 好 大家看啊 如果想改变文本的 这就是SAT TaxView 大家看到没有 SAT TaxView Tax 这里什么啊 就是你直组件的ID 就是R.id 这个就是TV 然后叫做Process Process 这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进程个数啊 好 进程个数我们写一下 好 写一下 因为看下这个 上次运行中的软件 是多少个 是不是啊 我们来个 运行中的软件 冒号 是不是写上个数啊 好 这个个数 是不是有那个API 叫做什么呢 叫做那个TaskYouTube 是吧 好 TaskYouTube 其实你可以在风光下个数啊 就是GAT Value APP info 是不是点Size 是不是啊 点Size就行了 简单语言就行了 其实你可以按照咱们那个 APP的工具碰到 是不是扩着它的容器大小 就可以了 这是运行中的软件 那还有一个字是什么 Value 点Size Text Value 是这个字是吧 好 这个呢是ID ID点这个TV 然后呢 Process 有个什么 是内存啊 好 Mambo的内存 这个内存呢 看一下怎么写呢 可用内存多少兆 知道 好 来个可用 可用内存 可用内存多少兆 那就来个什么呢 Num Formate 是不是格式化下 Formate Formate 点 FromSize 好 上下文 好 先回下车 好 这个字呢 是不是就咱们过去的可用内存啊 是不是也封锁好了 直接用Task TaskInfoYouTube 点什么呢 GetAvailableMambo 是不是可用内存啊 好 直接就搞定了 好 界面已经搞定了 现在我们看下效果啊 运行 运行 看下效果啊 我把它先干掉 摸掉 好 现在我们运行一下 看这个界面能够显示啊 咱们是 割动的时间 是不是两秒钟啊 好 两秒钟左右 方便测试啊 好 现在我们 揪过来 揪过来 放到这里 是不是就有纸了 是不是18个 看 是不是还在变 是不是374 395 你比如说 我先打开 再打开一个进行 是不是电话的机场 弄一下 是不是395 是不是 现在最后一步 是不是就他 是不是点击安定 完了一个事件 好 这个事件呢 就也不能像普通一样 什么Sat 然后肯定一个 拍定一看的 是个未来的一图啊 好 这个ID是不是就 咱的那个 8PIN的ID啊 好 叫做BTA 是不是就可以啊 是不是就这个 好 这里就是个 未来的一图 是吧 可能一 然后呢 创建这个变量 好 这个变量 干什么事情 是不是就调一下 咱那个 什么 调一下广播 是不是就行了 好 拍定一看 点 get 嗯 调一下那个服务 还是 服务 如果已经创建好 他就不会再创建 是个调一下广播啊 好 这个广播呢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呃 这个三亚文 创建一下 这个请动啊 问题就行了 这个也问题 关键就是这个 Incant Incant 创建一下 好 可能一 创建这个Incant 好 Incant呢 我们也来个广播 Incant 怎么写广播呢 这个广播呢 必须来个什么呢 必须来一个 清淡媒介注册的 啊 因为它是远程的 只能找清淡媒介 代码呢 它找不到 所以的这个 一定要注意啊 写上 写在这里了 比如说远程的 这个广播 第四步 就是广播 用到的广播 一定是在清单 文件中注册的 一定要在清单 文件中注册 在代码中注册 不效 要在清单 文件中注册 清单 文件中注册 好 那现在我要写个广播 写个广播 其实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 自然那个服务里面的广播 用一下 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就这个 是不是就是这个广播 好 这个广播的功能 我复制一下 我就再创建了新的广播 就是这就行了 好 右键 然后呢 class叫什么呢 就是空间来清理进行的 Clear Vigit 来 Clear 那个什么呢 Clear Task 是吧 Receiver 加个后缀 Receiver 然后进行什么呢 Broad Cask Receiver Broad Cask Receiver 然后现在 分离一下 然后在这边写上 我这个方法就搞定了 清理进行 是吧 加个后缀 是吧 清理进行 Vigit 什么情况 AMO没有 是不是要创建一下 好 直接创建一下 就是activity Manage activity Manage AMO 就等于什么 上下文.gat System Service 这个叫做什么 上下文的 activity Service 是不是它 好 保存一下 然后呢 那个抢转是吧 好 抢转一下 好 现在这个就搞定了 然后呢 我的代码中 是不是在清单文件里面 注册一下 找到清单文件 在清单文件里面 去注册这个广播 找到广播的部分 这么多 Receiver 去到这里 好 Receiver 然后来个 Name Name 来个 这个是 Receiver Vited Clear Receiver 是吧 好 现在我要做一个 显示 隐私的意图 是吧 Incant Filt 这里来个什么 是一个action 然后那个内容是吧 好 内容随便写一个 叫做 Vedget 点 Clear Clear 然后呢 Task 是不是有个制服饭 现在我把这个制服饭 复制一下就行了 复制一下 然后保存一下 把它关闭起来 然后这个也关闭起来 是不是这个也关闭好 然后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Incant 是不是直接这样写了 Incant 这点 Safe Action 是不是就搞定了 好 写了 下面 是不是就这个Action 好 现在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试一下效果 好 右键运行 好 把它先清理掉 好 运行一下 看控制盘 好 可以了 现在我们打开组件面 然后来个Vedget 好 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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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Vedget 成案 好 送到这里了 然后点击清理 是不是清理了 是不是清理进行 对不对 好 这就搞定了 是吧 好 刚好半个小时